约伯记 第38章 那时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永世竖妖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 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 如出胎包 那时 谁将它关闭呢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为它定界线 又按门和栓 说 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你自生以来 曾命定尘光 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 叫这光普照地的四集 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因这光 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 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 亮光不照恶人 强横的绑壁也必折断 你曾进到海园 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印的门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 只管说吧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你能带到本境 能看明奇事之路吗 你总知道 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你日子的树木也多 你曾进入雪库或建过宝仓吗 这雪宝乃是我为降灾 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光亮从河路分开 东风从河路分散遍地 谁为雨水分道 谁为雷电开路 使雨降在无人之地 无人居住的旷野 是荒废凄凉之地 得以风足 青草得以发生 雨有负吗 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冰出于谁的胎 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珠水坚硬如石头 深渊之面 凝结成冰 你能细住毛星的结吗 能解开参星的带吗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 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 你知道天的定力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泉下吗 你能向云彩阳起声来 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赐于心内 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的 尘土聚集成团 土块紧紧接连 那时 谁能倾倒天上的平呢 母狮子在洞中敦服 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 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 使他们饱足吗 乌鸦之储 因无食物飞来飞去 哀告神 那时 谁为他预备食物呢 约伯纪第39章 山岩间的野山羊 几时生产 你知道吗 母鹿下毒之起 你能查定吗 他们怀胎的月数 你能数算吗 他们几时生产 你能晓得吗 他们屈身 将子生下 就除掉疼痛 这子渐渐肥壮 在荒野长大 去而不回 谁放野驴出去自由 谁解开快驴的绳索 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 使贤弟当他的居所 他吃笑城内的喧嚷 不听赶牲口的鹤声 汴山是他的草场 他寻找各样青绿植物 野牛岂肯服侍你 岂肯住在你的草旁 你岂能用套绳 将野牛拢在梨沟之间 他岂肯随你 爬山谷之地 岂可因他的力大 就倚靠他 岂可把你的功 交给他做 岂可信靠他 把你的粮食运到家 又收据你河场上的骨 鸵鸟的翅膀 欢然山斩 岂是显慈爱的灵毛和羽毛吗 因他把蛋留在地上 在尘土中使得温暖 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 他忍心待处似乎不是自己的 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除惧怕 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 也未将悟性赐给他 他即使挺身展开翅膀 就吃笑马和骑马的人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 他颈巷上扎缩的踪 是你给他披上的吗 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 他喷气之威 使人惊慌 他在谷中袍地 自喜其力 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 他吃笑可怕的事 并不惊慌 也不因刀剑退回 剑带和发亮的枪 并短枪在他身上 争争有声 他发猛烈的怒气 将地吞下 一听绞声就不耐站立 绞美发声 他说 呵啊 他从远处闻着战气 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 和兵丁呐喊 鹰雀飞翔 展开翅膀一直向岸 岂是借你的智慧吗 大鹰上腾在高处大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他住在山岩 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 从那里窥看实物 眼睛远远观望 他的厨也杂血 被杀的人在哪里 他也在那里 约伯记第四十章 强辩的 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神辩驳的 可以回答这些吧 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 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你要如永世树妖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 好显自己为义吗 你有神那样的绑壁吗 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 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 见一切骄傲的人 施他降悲 见一切骄傲的人 将他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 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你且观看河马 我造你也造他 他吃草与牛一样 他的气力在腰间 能力在肚腹的筋上 他摇动尾巴如香薄树 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 他的骨头好像铜管 他的肢脐仿佛铁棍 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 创造他的给他刀剑 朱山给他出食物 也是百受游玩之处 他浮在连夜之下 握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 连夜的阴凉遮蔽他 西旁的柳树环绕他 河水泛滥 他不发展 就是约旦河的水 涨到他口边 也是安然 在他防备的时候 谁能捉拿他 谁能牢笼他 穿他的鼻子呢 启示录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 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似于他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 都因这烟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他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轻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 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遮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的好像金冠绵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铁甲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 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 西里尼化名叫亚波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惊弹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二万万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意象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 与紫马脑并硫磺 马的头好像狮子头 有火有烟有硫磺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这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 红 雾 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 金银 偷窃的事 诗篇 第八十一篇 雅萨的诗教语灵长 用加特乐器 你们当向神 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 打手鼓 谈美琴玉色 当在月朔并欲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急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 在米粒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名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伊赫华 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 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 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